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很多很荒唐的留言 我最近写的专栏文章 大家发个嗨 看有没有问题 我们先聊天一下 聊天一下才开始直播 我最近写专栏文章都在骂政府 因为政府做的实在太糟糕了 越来越糟糕 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 是马来西亚一个政治谷底 没想到今年过了1月之后 自从那集的特色宣布到现在 更为糟糕 低处还未低 还有更低的地方 经济又糟糕 我们有好几位铁粉大哥 我很惊讶 不止一位铁粉大哥 我今年遇到的好几个大老板的铁粉大哥 已经第四位跟我讲一模一样的话了 做生意这么多年 第一次所有公司都在亏钱 做什么亏什么 做什么亏什么 去年 就是去年一整天 第一次做什么亏什么 没有一家公司是赚钱的 第一次跟我讲的是我们一位铁粉大哥 我就不说他是谁了 毕竟不赚钱的事情不要讲了 赚钱我们才帮他宣传 不赚钱 很著名的 我讲一讲大家都知道是谁 我还没有觉得怎样 因为生意尤其有弱很正常 你有这么多家公司 十来家公司 可能今年真的比较糟糕 国际也糟糕 国外也糟糕 国内也糟糕 所以你没有赚钱 正常你赚了这么多年 一年没有赚 很正常 但是今年已经第四个大老板都这样子跟我说了 他们每一个都有五到十家公司 不是开玩笑的 都在讲第一次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我有一个客户 这个不是我的独友 是我的客户 他是做零售的 他也是讲 今年也是第一次没有赚钱 他没有很多家公司 他就是专门做零售 第一次没有赚钱 所以这个经济有多糟糕 大家都可以看到 然后政治也很糟糕 各种越来越来越保守 越来越退步的政策 然后各种倒行逆施 根本没有人去纠正 国盟不会帮你去纠正 他巴不得你去保守 所以我连国盟也骂的 两遍我都得罪 然后西盟 就是保守的推手 所以变成我们没有希望 跟我上一个直播有讲到 跟以前不一样 2015-2016 当时YNDP大爆发的时候 纳吉倒行逆施 滥用法律 滥用法官 滥用警方 到处去抓人穿黄衣都会被抓 放黄色气球都会被抓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也是马来西亚的一个谷底 政治的谷底 但是当时你有 看马来西亚没有希望吗 很灰很道吗 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原因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替代选择 但问题是现在没有替代选择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情况 也是为什么 感觉马来西亚没有救的原因 很多人跟我讲 红律师马来西亚没救了 专注赚钱就可以了 不要让自己惹上麻烦 N个人跟我讲了 可是还不到放弃的时刻 老实讲 所以这是我一直强调的 我们要壮大第三势力 很多鸟人在跟你讲 现在第三势力 Muda我支持 可是Muda打不赢国盟 所以你不可以投Muda 这不是废话中的废话吗 你一直抱持这样子的思想 Muda会赢吗 以前如果抱持这个思想 火箭就不会上来了 火箭会执政吗 火箭可以赢 赢过马华没有问题 可以赢过巫统吗 2008年的时候他们有执政吗 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要投他 当然这样子讲的人很多 那时候也是支持西蒙的 就是见风转舵之徒 但是这种讲法就是最愚蠢 最笨 然后再忽悠大家 你没有去支持Muda 没有给他崛起 他要怎样去打败国阵 甚至是取代西蒙 不可能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要给他机会 所以这一次补选 我是大力呼吁 第三势力一定要站起来 Muda你一定要站出来 不然你干嘛 你不会去加入国盟 或者是加入西蒙 你退出西蒙 你都不敢跟西蒙对打 你也不敢跟国盟对打 这样你做什么第三势力 不要做第三势力 回家睡觉 回家中天就好了 所以不是你看到赢 你才去打 你要去慢慢经营的 就像林吉祥 就像行动党 以前他们看得到会有执政吗 没有 你根本拿不到马来票 你只能打赢马华 就算赢马华 你也是赢马华50%的西位 也打不死马华 对不对 但是他们一代一代的努力 一代一代的耕耘 才会有这样子的承扎 所以政治就是如此 Muda也好 PSM也好 WariSan也好 都是一样的情况 不要看到赢了 你才有机会赢 你才出来打 你不去经营 永远都不会有这种情况 永远都不会有 以前如此 现在也是如此 所以希望第三势力 Muda跟PSM 就是拳头挡 讲要探讨要不要上针 但是我没有收到什么消息 很近 所以我很怕他们不上针 如果不上针 那你又缺少一个机会了 又缺少一个机会 来达到你的政治理念 老实讲 如果你怕输 你不愿对打 那不要参针就好了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只剩下凯里 比较有希望改变马来西亚 凯里在走着上车 我们之前的分析 上车 中车 下车 记得的读有8个5 我讲的上车就是凯里 不会加入任何政党 之前传他加入公政党 我讲他加入公政党 就是下下车 大家还记得吗 讲他加入国盟 就是中车 当时传得沸沸扬扬 已经要加入了 要上针 要去做大臣 大家还记得吗 大家都很散望 这些我之前的分析 很多人忘记了 我讲他也不会加入国盟 他加入国盟 就是一个小族 凯里是有远大志向的人 他要守着巫统 等巫统完蛋 等巫统 帕林道 等萨栖 收山 他才出来做救世主 拯救巫统 他的network 他的庄角 他的实力 全部是在巫统的 所以他不可能 把自己耗尽大半生的 这个实力网络 给摧毁 然后退出巫统 去加入其他政党 这是很愚蠢的事情 他现在还在走着上车 但很可惜 本来Zahid是报导的 可是西蒙一直帮着他 联合政府一直帮着他 他的case又取消了 然后他违反党章 不让人竞选 社团读册群 内政部长 竟然support他 这种违反 这件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也忘记了 之前我们也是 惨到飞天的 但现在没有人提起了 这种明目张胆 违反民主的事情 直接不给你选举 这个就是 完全摧毁民主的情况 我讲 不能挑战就不能挑战 社团注册局竟然 社团注册局 不给他过了 我们to be fair 社团注册局 是不给他通过这一个 大会通过的事情 大会大不过党长 这一个是对的 但是内政部长 竟然破免他 本来要撤销 巫统的注册 因为你们没有根据党章了 结果他破免他 你看 不然 Zahi早就倒了 是在联合政府的帮助之下 他苟延残喘到现在了 到下一届大选他也是死 你留着他的苟延残喘的命 其实帮不到巫统 所以台里回去巫统的路 还很遥远 因为联合政府 现在是倒行逆施 完全不敢法律 不管法律 不管国家的形象 就这样子去做 你看 其实有很多个课题要讲 我知道很多读友要我讲 包括 有泼水 泼糖士 这个是人生共分的事情 但是他坐牢十年是错的 这个课题 我应该星期天的直播才讲 本来今天要讲 但是 我看 为什么我突然取消掉 这一个课题 因为要讲这个Adeline 就是一半解 人家叫他一半解 我们不要了 就叫他Adeline Adeline的这个事情 有个很错的东西 我一定要讲 所以 先趁着这个时候来讲 他现在也在上直播 所以 我觉得 这个课题比较有急迫性 这位女士坐牢 她自己认罪了 已经坐牢了 她做这种人生共分的事情 会比较少人去帮助她 因为不像之前 这个 伟龙的案件 其实是没有错的 但这个女孩子 她是百分百做错事情 而且对的是一个弱势 不是孩童 是大人 三十多岁 跟我年龄差不多 但是她是有糖氏综合症 Sindrome Down 她有糖氏综合症 所以智力会比较低落 那你对一个这种 弱势群体 去做出这种 伤害的行为 大家都很生气她 可是 生气她要根据 法律来给她付出代价 现在是以超过 法律的方式 我不现在讲了 星期天讲 多几天的时间讲 还有另一个课题 为什么说我们的国家 一直在倒推 政府在双重标准 然后政府在压缩 多我们言论自由的空间 很多新闻对政府不利的 大家都看不到了 连Amnesty就是国际特色组织 都发一个措辞强烈的文告 来抨击我们的政府 在倒退没有改革 马来西亚再糟糕 这样子的情况了 大家还在遮起眼睛说 首相还讲 我们马来西亚在进步 我们马来西亚很好 这个是最令人感到遗憾的 这些我之后都会讲了 但来不及今天讲 还有一个课题是 马大我的母校 邀请了一个美国学者 也是著名的学者来谈 这个学者讲的东西 他都没有讲支持以色列 他是抨击马来西亚的立场 结果他的所有活动被取消 现在要叫马大出来解释 要叫马大 马大也出来道歉了 然后这一个professor他回去了 他大骂马来西亚 说马来西亚现在很危险 等等等等 当然他有乱讲话 马来西亚哪里危险 什么鬼 但是他里面讲的东西是有point的 现在我们连讨论的学术自由都没有了 大学本来就是激荡思维的地方 你永远都是只会赞美你的人 跟你立场一样的人来讲话 那你所收到的资讯 就是越来越匮乏的 因为你是一言堂 只要跟你立场不同的 我不要给你进来 我赶你出去 甚至我要抓你坐牢 马来西亚会进步吗 这种是一言堂 他一直听到你喜欢的话 这个也违背大学的学术自由 结果现在名目掌掌在马来西亚发生 你看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敢出来 抨击这样子的事情 达朱丁教授 达朱丁教授 一位很开明的教授 他每次写文章有抨击这些保守的 已经写文章讲 请一个有争议 跟我们看法不同的学者来马来西亚 是没有错的 我捍卫马大做这种事情 但是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出来吗 没有 所以保守他肯定不喜欢这个教授 国盟他们不会捍卫他 西盟本来应该捍卫他的 也没有去捍卫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现在最糟糕的情况 所以这些课题我只是提到了 我们星期天在讲 星期天在讲 今天就三个课题了 不然一直讲不完 特地把纳吉的特色案件 拉上来 拉到第二个讲题 因为已经有两次来不及 讲那集的讲题了 所以今天一定会讲到 最后一个我们就讲一下 瓜拉姑布巴路 9点半听说国盟会宣布他的候选人 听说是土团上 我也收到很多消息 Jessie姐 我们的Jessie姐 Slayang的Jessie姐 现在要叫他巴生的Jessie姐 他活跃在巴生 很早就放消息给我 我还是等这个消息出来 包括小桃昨天上阵 接下来我们放在最后一个讲 在45点还是34点的时候 我们就有铁粉大哥拍上来讲 confirm了 因为小桃在那边对稿了 在那边做准备了 在彩排了 为晚上的活动来彩排 有发在铁粉群 有在铁粉群里面的独有 都有看到那一张照片 以后我们放到最后一个讲题 好 Mr.Juice 你以为西蒙是开明吗 西蒙相对国盟是开明的 事实我们就讲事实 但是他执政了之后 他开明的立场一直在退守 所以开明的时候 我们支持他 换卫他 为他站台 为他出钱出力 现在他从开明退守了 我们要鸟他 要屌他 你说错了 你不可以再这样子 你再这样子 你就会丢失明星 你会完蛋的 可悲的是 很多喜帝人在跟他讲 没有问题 我之前讲过一个历史故事 就是秦二世 胡亥 他在死之前 都一直以为秦帝国 是没有问题的 很稳固的 叛军 各种起义已经 风烟士起了 打到他的门口 那个宦官叫什么名 我突然想不起 子路为马的 那个大太监 叫什么名了 子路为马 李斯是丞相 李斯也给他害死 一直跟他讲 没有我们又取得什么大劫 又打赢什么战争 这些起义军根本 不止一顾 所以最后胡亥 也死在这个太监的手上 所以现在联合政府的情况 就是很多这种太监 很多这种洗地人 一直在营造 你没有问题的 你这样做没有问题的 去姑息 结果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我做错了 你应该要生气 你没有生气 你还跟我讲没有问题 那我再继续做下去 结果这些雷子图子 没摸粉 把这些人民的民怨 也抹杀过去 想要带风向 让人民觉得 没有问题就行了 但是现在你是带不到风向 带得到风向 那集就不会倒台了 结果就是到晚不回局势 像胡亥被杀死的时候 一模一样 糟糕 有毒有写出糟糕 就是这种人 所以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的原因 就是如此 我对事不对人 你做这种事情 你做糟糕的事情 那你就是千古罪人 就是如此简单而已 当然这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很多毒有认为我针对某一个人 我都是对事不对人 这样子的人很多 大家身边也有 就是在跟你说大局 大局 胡亥 糟糕 当时也是在讲大局 我们不要耽误皇帝的享乐 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去操心就可以了 皇帝的享乐才是大局 皇帝是最重要的 这是胡亥的大局 这个大局就让秦朝恶势而亡 本来应该是最强盛的国家 比汉朝还要更为强盛 就是给这些小人搞垮 所以胡亥当然是笨的 就像行动党 像联合政府 当然是笨做了很多措施 但是这些推波助澜的人 也要负上同样的责任 就是如此 那好 这些讯正在将来 就是这些讯正在讯上 你多少人搞垮着 是楼算的 我讯正在那里 就是这些讯00黄 这样子 我讯正在讯上 看来 太阳 我讯正在这些讯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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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发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